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师傅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9号 大年初五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新疆 渤湖县的乌兰乡 在村里 这是我媳妇家 因为这次肺炎的疫情呢 我们原计划过年假期 要去新疆的喀纳斯 和睦村 白哈巴村 去那边旅游 就是到北疆转一圈 欣赏一下北疆那边的雪景 到那边吃一吃那边的美食 但是因为这次肺炎的影响呢 我们也去不了了 这个计划就取消了 我们只能待在家里面 为了这次出行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东西 买的这种防寒的手套 还买了一个小的冰工产 看一下 这是铲雪用的 然后还有4条雪地胎 雪地胎已经装到车上了 我的车现在就是现成的一个旅行车吧 包括上面的行李箱 包括我车上的一些各种 去为了旅行而准备的一些小东西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的车 从上次西藏开回来 就一直保持着随时要出去旅行的状态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我以前的视频 然后这次不能出去了呢 然后就很可惜啊 我们只能在家待着 但是在家待着呢 我也不会闲着的 我现在在院子里 这边是乡下啊 看一下 然后我的车 我的车在这 停在院子里啊 你像在乡下的话 还有院子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转一转 嗯外面去不了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转一转是吧 哎呀这个邻居家的狗好吵啊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农村 农村跟以前农村不一样了 看一下现在农村的房子 其实跟城市里面住着没什么区别 嗯地暖 热水 卫生间都有 不用大冬天跑出来上汉侧了 这一点相比以前舒适很多 所以我们选择待在这里 呃幸好啊 我在各种封闭之前 把我的电脑也搬出来了 我还能在这儿剪剪片子 不然的话实在带着太无聊 呃这段时间呢 我可能就会在这儿剪剪片子 以每天更新两条视频的速度 来更新我的视频 把我的库存素材全部清理干净 嗯然后等这次疫情过后呢 我再出去给大家拍新的素材 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村里面路上都没有人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呃然后这个村里面的各个路口 都已经被铲车堆上沙子 都是出不去 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呃我们来之前呢 也是采购了大量的物资 超市买了很多食材 我们在这儿每天就剪剪片子 做做美食 带带玩 就这样度过吧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